保持肾脏健康真的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 但网络上有很多关于肾脏保健的错误信息 如果你误信了这些错误说法 可能会做出一些对肾脏有害的决定 或者忽略那些真正有危害的因素 今天我要和大家聊聊 七件毁坏你肾脏健康的事情 然后再谈谈五个常见的错误建议 虽然这些建议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但其实并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欢迎来到亚说健康 我是小雅 您的健康主播 虽然我是个虚拟人物 但我会定期为大家带来有趣实用的健康资讯 让你轻松掌握健康秘诀走在健康前沿 回到肾脏健康的话题 先从肾脏的主要功能谈起 除了过滤血液中的废物外 肾脏还肩负着许多其他至关重要的任务 它们也是重要的调节器 负责调节体内液体电解质 血压酸碱平衡等等 如果肾脏健康出现问题 生活质量将受到严重影响 因此了解哪些行为会对肾脏造成伤害至关重要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探讨那些会损害肾功能的行为 第一件损害肾脏健康的事情是高血糖 这个问题特别适用于那些患有前期糖尿病 二型糖尿病 或者血糖控制不好的一型糖尿病患者 长期高血糖水平会不断伤害肾单位 这些肾单位是肾脏的工作细胞 如果破坏了足够多的肾单位 就会发展为慢性肾病 而如果你是多囊肾病患者 那么这些建议同样适用 要保护肾脏健康 首先要做的就是保持血糖在正常范围内 你可以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来实现这一点 遵循低碳饮食是很好的第一步 我们在之前的许多视频也已经不断地提及 低碳饮食的各种好处和实践方法 哪怕你是一型糖尿病患者这也适用 许多临床案例显示 肾病患者一旦控制好血糖 肾功能往往也开始慢慢改善 第二件事是长期高胰岛素水平 这和上述提到的第一件事情是有关联的 长期高血糖则通常伴随着高胰岛素水平 但如果你已经被诊断为前期糖尿病或二型糖尿病 并且服用一些药物来控制血糖 这些药物实际上是通过增加胰岛素分泌来工作 但长期处于高胰岛素状态同样会伤害肾脏 很多研究已经证明了 高胰岛素血症会对肾脏产生负面影响 其实和第一件事情的应对方法是一样的 通过减少碳水化合物的摄入 来控制胰岛素水平 就像是很多尝试过低碳饮食的患者 他们的血糖和胰岛素水平 都能在一段时间后明显改善 第三件损害肾脏健康的事情是高血压 很多人误以为高血压是因为吃了太多盐 或是遗传因素 其实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全球80%到90%的原发性高血压 都是因为高胰岛素水平导致的 高胰岛素促进那的滞留 让身体储存过多液体造成水肿 如果你能控制好饮食中的碳水化合物摄入 血糖和胰岛素水平降低了 血压也会跟着下降 举个例子 有个患者一开始血压很高 每天得吃药控制 但当他开始遵循低碳饮食 三个月后血压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范围 肾脏问题也得到改善 这是个真实案例 医生都感到惊讶 第四件事情是长期服用抗炎药 这里说的抗炎药不仅仅是医生开的处方药 像布洛芬、Ibuprofen、Naproxen、Naproxen 这些常见的非处方药也是一样 如果你只是偶尔扭伤了背或者脚踝 短时间内吃点抗炎药是可以的 但如果是长期服用 特别是那些慢性疼痛患者 每天都在吃抗炎药 这对肾脏的损害是巨大的 比如有个长期患关节炎的患者 每天吃抗炎药 最后发现肾功能慢慢下降 医生提醒他停药后 他的肾脏负担减轻了 肾功能才得以恢复一些 这就是长期服用抗炎药的危害 第五件事情是吸烟 无论你是抽烟还是嚼炎草 甚至包括电子烟都会对肾脏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吸烟不仅损害肺部 还会产生一系列炎性分子 这些都会对肾脏产生破坏作用 有许多吸烟者年纪轻轻就开始肾功能衰退 所以如果你抽烟 我真的强烈建议你尽量戒掉 因为长期吸烟纯粹是为了满足烟瘾 但付出的健康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第六件事情是过量饮酒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提到 唯一健康的酒是不喝酒 虽然偶尔小酌一两杯对健康的影响不大 但长期过量饮酒 却会对肾脏带来严重的负担 酒精不仅会导致脱水 还可能引发高血压和肾脏疾病 有些人每天习惯性饮用多瓶啤酒 时间一长肾功能检测 往往显示已经受损 因此如果你是喜爱饮酒的人 建议你逐步减少饮酒频率 并且控制每次的摄入量 最终减少到仅在特殊场合饮用 甚至完全停止饮酒 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肾脏的健康 避免因酒精引起的不可逆损伤 第七件事情是高草酸盐饮食 很多人喜欢吃绿色蔬菜 这很好 但要注意的是 有些蔬菜的草酸盐含量非常高 比如菠菜 甜菜 瑞士甜菜等 这些草酸盐一旦在体内积累 可能会形成草酸盖肾结石 进而对肾脏造成伤害 曾经有个病人 他每天吃很多生菠菜 最后肾结石严重到需要手术 所以建议大家适量摄入含高草酸盐的食物 特别是有肾结石病史的人 而低草酸盐的蔬菜有哪些呢 生菜 西兰花 花椰菜 黄瓜 白菜 菜心 芦笋 大葱 豌豆 青椒等 都是健康又不损害肾脏的蔬菜食物 接下来我们来揭开五个常见的迷思 货物区 通过破解这些错误观念 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和维护肾脏健康 第一个常见的迷思是吃太多蛋白质对肾脏有害 很多人听说过这一观点 甚至有些医生会建议减少蛋白质 尤其是动物蛋白的摄入 认为它会给肾脏带来负担 然而科学研究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 适量摄入蛋白质尤其是对健康的人群 会损害肾功能 实际上大多数人往往摄入过多的碳水化合物 而蛋白质摄入反而不足 蛋白质并非肾脏健康的罪魁祸首 真正影响肾脏健康的是整体的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 通过合理搭配动物和植物蛋白的摄入 并结合适量的运动 能够帮助维持肾脏的正常功能 除非你已经处于肾病的中晚期阶段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特别限制蛋白质的摄入 第二个误区是减少饱和脂肪的摄入对肾脏有好处 由于长期以来饱和脂肪一直被认为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因此一些医生建议患者减少椰子 油牛油和红肉等食物的摄入 然而迄今为止 并没有研究证实饱和脂肪对肾脏健康有直接的不良影响 虽然大量摄入饱和脂肪或许可能存在风险 但实际情况往往是人们害怕饱和脂肪 认为它们很不健康 事实上适量摄入来自天然食物的饱和脂肪是安全且有益于健康的 并不会对肾脏造成伤害 第三个迷思是生酮饮食 就是气时代饮食或全肉饮食会损害肾功能 一些医生会警告你不要尝试生酮饮食或全肉饮食 认为这些饮食方式会对肾脏造成伤害 但事实上没有任何控制性研究证明这种说法 许多医生可能出于谨慎 担心高蛋白或高脂肪饮食会加重肾脏负担 尤其是对于已有肾病的患者 然而越来越多的研究和案例表明适当调整这些饮食模式 可能反而有助于肾功能的改善 有不少肾病患者在尝试了生酮或全肉饮食后 他们的肾功能反而变得更好 第四个迷思是咖啡因会损害肾脏 有些医生建议病人停止饮用咖啡 认为咖啡因对肾脏有害 然而事实是除了极少数严重肾病患者外 适量饮用咖啡并不会对肾脏造成任何伤害 每天饮用1-4杯咖啡 约200-400毫克的咖啡因含量 对于绝大多数成年人来说是安全的 并不会显著影响肾功能 实际上研究表明适度饮用咖啡可能与降低某些慢性疾病风险 如二型糖尿病和某些心血管疾病有关 而这些疾病通常与肾脏健康密切相关 第五个常见迷思是必须减少盐的摄入来保护肾脏 许多人认为减少盐摄入可以保护肾脏功能 但从生理学角度来看这种说法并不成立 那元素是人体必须的矿物质 适量的盐摄入并不会对肾脏造成负面影响 而问题往往出现在超加工食品中 这类食品含有过量盐和多种人工成分 容易导致那摄入超标 从而导致高血压和增加肾脏负担 因此关注盐的来源和整体饮食结构至关重要 选择天然为加工的食物 不仅有助于控制盐的摄入 还能提供更丰富的营养 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 关注食品标签 选择清晰且简单的成分 能帮助我们做出更明智的健康选择 希望这些内容能帮助您更清楚地认识 如何有效保护肾脏健康 识别那些真正会损害肾功能的行为 并理清各种迷思和误解 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对您有所启发 期待您的点赞和订阅 我会不断为您带来更多有趣实用的健康资讯 让我们一起踏上更健康的旅程 共同实现美好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